吉安乡公所致力推广原住民族野菜特色料理 首创集野餐寻找美食活动 经过网络报名有29只的队伍参赛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端出特色佳肴 除了评选出优胜作品给予奖金鼓励 未来这些美味的料理 在吉安乡举办的各种市集当中 都可以让民众品尝得到 吉安乡长游淑珍重视族群文化共融 为了加强推广吉安特有的原民野菜文化 首创举办集野餐寻找美食活动 广邀各家原民料理来参与 共同来行销原民特色美食 在地有非常多的原生原住民的野菜 还有吉安的四宝 全部融入到我们的餐点美食桌前 今天有29队的选手来参赛 其中24队是来自于阿美族 4队来自德鲁古 还有一队的泰雅族 我们相信多元族群的融合吉安 在地的好滋味 从原民的特色到我们的咸猪肉 还有特色的风味 以及野味美味净收在吉野餐里面 未来我们要把我们今天的特色吉野餐 分享到各个餐食中心 也带来在地活化的餐饮 还有营收的这样的一个环象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有很好的表现 更有更特色的一个奠定基础 未来来延展吉安在地美食 能够拓集到整个花莲县 甚至于全国分享到位的吉野餐 这次包括了阿美族 泰鲁格族 泰雅族等共29支的队伍报名参赛 各家拿出看家本领 端出一道道令人惊艳又实质大动的美食佳肴 许多食材都是一般人不懂得可以食用的原民野菜 乡长游淑珍表示 透过吉野餐的评选活动 除了让族人发挥料理创意 更可以把独特的原住民野菜扩大行销 这场活动还邀请到座位餐饮界达人来担任评审 除了优胜者有奖金鼓励 未来这些业者都可以参加吉安香公所举办的各项市集 展示他们的创意料理 让更多人来品尝原香的美好滋味 谢旅会吉安香报道